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现在很多人的家中都养有发财树 为了让发财树茁壮成长 有的朋友喜欢天天给发财树浇水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给发财树浇水呢? 其实还有很多讲究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不要浇错了 首先,我们可以通过土壤来判断是否需要浇水 大家可以用手指瞧及盆壁 如果发出的声音比较脆亮 说明盆土已经干了,需要浇水 如果发出的声音比较闷 说明中层以及底层的土壤还处于潮湿状态 暂时不需要浇水 另外,浇水的频率还跟花盆的材质有关 瓦盆透气性强,排水速度快,就需要多浇水 而上了优的花盆或者是紫砂盆 包水能力强,就可以少浇水 用的越久,花盆吸水能力越弱 所以,要尽可能的少浇水 用科学的方法浇水 发财术吸收的效果会更好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,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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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